网约车是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出行的一种非常便利的选择 那么由于网约的载体是智能手机 所以长者也是成为了市场的一大缺口 对此Uber就从下月起推出了长者优惠计划 鼓励长者借此拓展生活空间 香港人口日渐老化 据政府统计 长者人口将由之前占全港人口15% 上升至2039年的30% 虽然现实大部分交通工具都十分便捷 但对于长者而言 外出并非易事 为长者而设得点对点交通服务需求殷切 Uber香港从下月起至12月 将推出Uber Senior长者日试验优惠计划 该优惠计划在每个月1号上午11时至下午4时 年满65岁以上长者乘坐Uber 输入优惠码Uber Senior 向司机出示长者证 无论是个人或与他人同行 该乘车资即可减免港币50元 Uber香港总经理奢卷之表示 现实也有一些长者使用智慧手机 希望计划可以帮助长者轻松出门 拓展生活空间 让家人更加安心 不过记者走访询问长者是否曾经使用过轿车软件 大部分长者表示都未曾使用过 没有啊 没有 八辆通那些就有了 没有 很方便啊 叫车 搭任何车都很方便 一位Uber全职司机也向记者表示 几乎没有接载过自行轿车的长者 他们大部分都是与家人同行 不过也有一些外国长者表示 经常使用轿车软件 提及目前Uber在香港还未合法化的问题 设券只表示会乐观面对 并期待与政府沟通 去年优步中国与滴滴的烧钱大战 可谓是战况惨烈 烧钱背后的商业逻辑是厂占市场份额 不过凭借雄厚财力 占到最后的就一定是市场赢家吗 近期 共享宝马在内地横空出市 市民出行的格局又一次次被打破 随着新经济企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期待智慧城市的早日到来 亚太第一卫视上官警员 刘晓布 香港报道 好 白雪 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 这个Uber可以来为长者提供更多的优惠服务 当然是值得推崇的一件事情 我们反过来想想 因为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老人家 他对这个Apps的使用是非常的落后的 他根本就来不及要反应 他有很多都不会使用 看都看不懂这个Apps怎么来下载 最主要的是 那你怎么还要跟这个信用卡来绑定 所以你就是说对于这个Uber来说 他这个是真的来切身的服务呢 还是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呢 我觉得是一个营销手段吧 就是一个反正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宣传 真正的受惠的人我相信很少了 因为老人家用的手机 跟我们一般人用的都不一样 不会是iPhone了 肯定就是一些按的肌肉大一点 看的东西也要大一点 你那么小的一个Apps 对你里面去做这种 就是要切的话比较难了 而且一个老人家自己做 确实也不太安全 还是需要有这些身边的家人陪同 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我们再来看这个Uber 其实好像他从这个4月份开始 就一直在提供一些财报的业绩 所以我们看好像他是在为这个IPO做准备 但是他光这个一季度 就已经是烧钱烧掉了7亿美元了 再从他这个开始创办一直至今 总共是超掉了超过 烧掉超过有80亿美元了 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非常厉害 所以这种烧钱的模式 你觉得他还能继续的烧下去吗 我觉得还是有个底吧 就是反正到了一个位 还是很难再烧下去吧 就反正能够上市的最好的事情了 因为但是对小股东来说 我都比较怀疑 因为像Instagram这些都很难说的 他能不能就有个更好的一个空间 但是Uber确实是有他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反正有些时候 就我们坐出租车 叫出租车的话 还是有些时候还比较气嘛 就是不容易就交道 也是有很多人家要选择性去还是不去 所以这个有他的空间 但是这个烧钱的事情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很严禁的地步了 这个80亿美元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很多可能创业的都已经玩不下去了 对啊 好 谢谢Petcher的分析 好 那我们今天的亚太商情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潘铁山先生 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着资讯请浏览TV的官方网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